創下藍白合不合 整個選票事實上 是會有劣解的效應的 這裡頭不只是總統選票的劣解 政黨跟立委的選票都會受到影響 我先講說你用香港果貨宅 不夠清晰 我是眷村長大的 眷村富老都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在村子裡面 有那種太保流氓 還有那個痞子混混 你不要看有的人拉幫結派 有人是單槍匹馬 越不講究排場的 越不講究道德束縛的人 常常會站上風 所以現在呢 誰會站上風 其實你會看到 國民黨的加大業大嘛 要講究排場嘛 要講一些空洞的東西 所以國民黨其實是 在這個過程中是吃虧的 柯文哲看他是單槍匹馬 國民黨一直吃他 可是近傳媒 今天第三份 他們是持續三個月 每個月的民調 再出來的時候 柯文哲還是老二啊 24.8你何有益 只有18.7 賴欣德32.1還是非常穩健 如果是細卡都的時候呢 現在變成是 郭台銘的關鍵在這裡 其實賴欣德32.3 沒有太早變化 還多一點 侯友宜降一點點 17.8 柯文哲23.2 還是贏 郭台銘9.2 那這裡面的差別在於說 那些不投票的人 一直在前面不表態的 其實是郭台銘這邊 所以為什麼要去找出年輕人 這是柯文哲所需要的 然後柯文哲相信 當然是受了很多傷啊 你看他在年輕人那邊 賴欣德持續的往上爬 所以賴欣德現在呢 在20到24歲 再加14.9 柯文哲再掉12.45 然後25到29 柯文哲也繼續掉 因為年輕人現在真的對柯文哲有意見 女性呢 柯文哲現在是已經很慘了 柯文哲的女性呢 其實呢已經是18.4 竟然會輸給侯友宜 所以柯文哲現在是蠻辛苦的 但是柯文哲找誰去補 找郭台銘補 那為什麼找郭台銘補呢 因為郭台銘呢 其實我是相信他會過50萬的 就是拼下去了嘛 那拼下去是拼什麼 對柯文哲來講 郭台銘現在變成是 連陳長文 今天都會投書聯合報 大家都發現 郭台銘 雖然國民黨一直把他給忽略 可是他現在變成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他叫柯尚哪一邊 現在的一個狀況 馬上失衡 藍白拖就馬上失衡了 所以柯文哲當然就是要心想事成嘛 你郭台銘衝過那個連署術 你郭台銘證明你有能量 而且郭台銘在這次的過程中 這樣一個連署過程中 他有他的隱形入軍 所以郭台銘跟柯文哲合作 一合作之後 至於空軍沒有問題 柯文哲繼續去打 陸軍還有地方上300個連署點 還有最近這麼多幫忙的隱形陸軍 那個都是他們兩個合作力量 然後合作力量到今天為止 還變成一個新的力量出來 宋楚瑜又出來了 宋楚瑜今天發了新聞稿 說不要再把藍白河變成藍白拖 有三件事情三點 第二點裡面講的 千萬不要讓那一隻驕傲的公雞 持續放話破壞團結 他沒有講誰是驕傲公雞 他說母雞應該出來談 但是我們知道七民黨裡面 過去嘴巴裡的驕傲公雞 大概是指哪一個人 金小刀 對 這婚禹可以去除名 所以驕傲公雞 然後第三條 可是現在是公雞比較驕傲 還是柯文哲比較驕傲 那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是 那個不講只有場面排場 沒有道德束縛 那是另外一回事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全部聊來講 然後再過來呢 第三點 就是如果你們還這樣子搞 人民會自救 跳脫政黨框架 親民黨會在這裡面貢獻一份力量 那宋楚瑜在過去 我們從上次到現在 宋楚瑜是跟誰比較熟 宋楚瑜絕對不會跟朱律仁熟 宋楚瑜更不會跟侯友宜熟 宋楚瑜熟的叫做柯文哲 叫做郭台銘 所以你看現在就是 整個這個局面這樣子繼續走下去 那至於整個國民黨呢 還在那邊講場面啊 我們要談啊 我們要談行政院長或什麼的 台灣的制度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制度 保證聯合政府可以運作 你當行政院長 我三天就把你換掉 你當個輪委會 我用個雞蛋就把你給幹掉 沒有這回事 柯文哲至少不是像郭台銘 對政治上還是比較熟悉的 柯文哲不會上當 那這樣一走下去 對柯文哲來講他沒傷 因為其實現在最麻煩的是什麼 郭台銘他的面子要搶回來 所以他一定要 由國民黨把他糟蹋成這樣子 然後現在柯文哲 從這個藍白河開始之後 陳志涵啊 柯文哲啊 黃珊珊啊 每個人都為517替郭台銘叫屈 郭台銘當然是心裡多安慰啊 所以他昨天也講 他心情越來越堵定了 而堵定到的是 黃珊珊說我今天 黃珊珊跟他同一天生日 郭台銘馬上去留言 生日快樂 你沒看到 其實那個氣氛都出來了 而這氣氛出來之後就是 國民黨當然也一樣 因為馬文君在他那個選區 也許很穩 可是整個國民黨 你的整個國民黨會被簽下去 然後簽下去之後 所以國民黨很多人呢 現在這個局面裡面 國民黨的那種開始講說 要保留一個空選項 如果破局了 讓柯文哲能夠來站台 那些區域立委 讓柯文哲能夠來幫他們站台 那為什麼 就是國民黨就知道 繼續下去 連他們都完了 這隻母雞 戴不起他們 所以其實整個下去 也許郭柯的合作 不會贏掉賴清德 可是他們的一個政黨的一結合 政黨票一加去之後 會比現在的五席 六到八 甚至八到十二 那整個影響 然後接下來 柯文哲還願不願意 去幫國民黨站台 願意嘛 因為國民黨的一項情況 是這樣子 如果柯文哲 將來真的在國會是第三黨 而且是關鍵力量 國民黨很多人 慢慢的都會跳船 過去都這樣子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